一小狐狸猫正在吃着可口的面包时 看着手中的面包 面包师傅好厉害哦 怎么可以让面包变得如此蓬松呢 因为面团中加入了酵母菌 经过揉捏及烘焙后就会变得蓬松哦 狐狸猫赏到之前上课时 老师曾经说过 制作面包时要加入酵母菌帮忙面包发酵 这样面包才会蓬松好吃 还有酵母菌也可以用来酿酒 既然酵母菌这么好用 那么如何让酵母菌大量繁殖 让我们使用呢 于是到学校后 狐狸猫就和小树蛙一起去找生物老师问问题了 狐狸猫和小树蛙蹦蹦跳跳的到了生物实验室 狐狸猫马上开口问 孝母菌的生殖方式很特殊哦 它在生长过程中会从身体旁边长出一个小牙体 这个牙体会一直生长到和原来个体差不多时 这个原来个体又称为母体 牙体就会脱离母体变成一个独立的新个体 这种方式称为出牙生殖 既然叫母体 那么酵母菌的爸爸呢 我知道 刚刚老师介绍的出牙生殖过程中 只有单一称带就可以产生新个体 没有性别之分 没有配子结合的收进过程 没有爸爸和妈妈之分 所以是属于无性生殖 那小牙体在长大过程中需要养分吗 如果需要 养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愧是爱吃的狐狸猫 小牙体在长大过程中 当然需要养分了 养分是由母体提供的 我还知道 除了酵母菌之外 水溪也是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无性生殖 老师这边刚好有长了新牙体的水溪 你们可以来看一看哦 哇 我看到了水溪 还有旁边长了的小牙体哦 老师 前几天狐狸猫的抽屉中 有没吃完的吐司面包 上面长了黑黑的黴菌 但是我发现橘子发霉却是绿绿的 这是什么啊 我还发现它们会越长越多 难道这也是生殖吗 没有错 面包上面黑黑的黴菌 我们称为黑黴菌 橘子上绿绿的黴菌 称为青黴菌 黑色或青色是它们成熟的包子的颜色 包子 是可以吃的包子吗 当然不是 有些生物能产生大量的包子 包子很轻 会随风散播到适当的环境中 就能萌发长成新的个体 这种生殖方式称为包子繁殖 所以它们也是无性生殖咯 是的 其实无性生殖还有很多种方式 像是细菌 变形虫 草吕虫等单细胞生物 经过细胞分裂后 一个细胞变成两个新细胞 其实就是一个个体 变成两个大致相同的单细胞个体 就称为分裂生殖 海星断掉的碗 会长出另一只海星 这也是无性生殖吗 是的 海星、海参、蜗虫、水棉等多细胞生物 受到外力作用时 身体可能会断成许多片段 经由细胞分裂 这些片段会长成一个新个体 就称为断裂生殖 老师 之前我和小树蛙 在我家后阳台 看到有好多植物 会用它们的营养器官来繁殖 爸爸告诉我们 这也是无性生殖哦 用营养器官来繁殖的方式 称为营养器官繁殖 来 老师桌上也有一些植物 你和小树蛙 要不要来说看看 我看到地瓜、胡萝卜 会用根来繁殖 而且地瓜发芽的位置不固定 马铃薯、蒜头、草莓 是用金来繁殖 马铃薯以块金繁殖 会从芽眼长出新芽 蒜头是用零金繁殖 草莓以匍匐金繁殖 从结的地方长出新芽 我看到落地生根和石莲 是用叶子繁殖 落地生根是从叶圆缺刻处发芽 一片叶子长好多芽 但是石莲是从叶子基部长出新芽 一片叶子只长一颗芽 老师,之前我曾经去参观过兰花繁殖场 看到在实验室中 好多一瓶一瓶的小兰花 跟老师讲的无性生殖有关吗? 植物除了利用营养器官繁殖外 人类还可以运用无性生殖的组织培养技术 取植物又嫩的组织 放入富含养分和激素的培养基中 产生数量众多,品质其一的新个体 例如市面上销售的兰花、金线莲 多以此方式大量繁殖 阿万将马铃薯块鸡埋入土中 过了两三个礼拜 发现已经发芽且长出新叶子了 请问这种繁殖方式属于效劣何者? A.出芽生殖 B.组织培养 C.营养器官繁殖 B.种子繁殖 正确答案为C 哇!这些生物真是太奇妙了 不同的生物竟然有这么多不同的无性生殖方式 但是这些无性生殖方式有何意义呢? 你们可以想一想哦 我知道!无性生殖是利用细胞分裂 不经过配子的结合产生子带 所以繁殖速度快 而且子带特征跟青带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就可以保持这些生物的平整 可是这样大家不都一模一样了吗? 哈哈!狐狸猫说得没错 子带特征跟青带一模一样 是优点也是缺点哦 当环境改变时 这些缺乏差异的个体将无法适应改变后的环境 就容易被环境淘汰哦 是的!我知道啦! 是的!我知道了! 有关无性生殖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 需经过减数分裂的过程 B. 需经过配子的结合 C. 其子带特征与青带几乎一样 B. 对品种的保存没有帮助 正确答案为C.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1. 青带产生子带的过程 不需经过配子结合的生殖方式 称为无性生殖 2. 利用无性生殖长出的新子带 它们的特征跟青带几乎一模一样 3. 无性生殖的类别与代表性生物出芽生殖 水溪 酵母菌 分裂生殖 细菌 变形虫 草吕虫 断裂生殖 海星 海森 蜗虫 包子繁殖 黑莓菌 青莓菌 营养器官繁殖 根 地瓜 胡萝卜 精 马铃薯 快精 竹子 地下精 草莓 匍匐精 蒜头 菱精 叶 落地生根 石莲 组织培养 兰花 金线莲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请同学想一想 在上面介绍的各种生物 是否只会进行无性生殖呢? 它们也会进行有性生殖吗?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